今天继续给大家看一个神奈川附近的房源 日本的天气逐渐炎热起来了 买平冰镇的水货 今天要看的房子位于神奈川 步行至JL金平东北线9分钟 是一个有超过100户的大规模高级公寓 售价为2899万日元 这和软媒币190万 三是一定的格局 总使用面积为61.8平米 楼层的总高为11层 今天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在三楼 日本的房门很少半眼 基本都会回到自动关的状态 一进门可以看到所有的装修都是全新的 左边是储物柜 底下可以放鞋 环境灯也很漂亮 上面也可以放一些生活用品 顺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 就是第一个小卧室了 小卧室有6.2平米左右 可以作为儿童房或者书房使用 侧边有一个可推拉的储物间 小卧室出来的斜对面是另外一个稍大一些的磁卧 磁卧的对面有一个纵深比较深的衣帽间 磁卧出来的对面是洗衣间 左边安装着洗手台 右手边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洗衣机上方油橱柜 推开门 我们进去浴室看一下 浴缸前面的白色板子是防止浴缸水散热的 上面是亮衣杆 其实日本的浴室装修基本内置功能都差不多 如果有感兴趣想详细了解的朋友 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更新的一篇视频 专门来讲日本浴室的很有意思 浴室斜对面出来的单独房间就是卫生间了 卫生间的马桶非常的智能 走到走廊的尽头就是客厅了 客厅非常的宽大 右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所有的内置式厨具都是全新的 厨柜的边缘都是防磕碰的 往回滑的时候它会自行减速 慢慢退回轨道 这个水龙头很有趣 还可以像花杂一样从中间冲出来 这样可以洗到更远一点的地方 厨房过来是一个主卧 主卧的空间非常的通透 而且直通着阳台 站在阳台往外看景色很美 阳台的对面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储物间 正好可以放一些衣物 那今天的开放视频就结束了 关注我 感受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家居